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 父母能不能把孩子 逼得离家出走呢 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而且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 就是越来越多孩子 可能也不愿哄了 或者是真的越来越淡了 那么所以为什么说 回家过年这个概念 我觉得会开始 会浮动起来 会吗 我觉得有可能 就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举例 像在中国 你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 你没有注意到 开始有些人是出国毕年 对 就不想留在中国过年 那我们想想看 他在避什么 他有的 避的就有两种 一种是父母健在 那父母健在 他干嘛避呢 他其实避的 说不定就是 回家见父母这件事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很奇怪 中国很多的社会纠纷 家庭纠纷 伦理纠纷 是发生在过年期间 因为过年期间的时候 大家回家 很多家乡的老人 就是等着年轻一辈回来 好了 你回来了 论论你吧 隔壁那个老村 对吧 你去跟他说说看 你好不容易逃避的 那个价值观 然后 对 一下就回来 那么再来呢 那当然将来 还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我总觉得 春运这个东西 会慢慢减缓 就是因为 你随着老一辈人 逐渐去世 你过去进城的 那一代人 如果有很多人 开始在城里面 落下来了 你就失去回家 对 家乡变成一个概念了 变成概念 你比如说 但是一个必须要回去的 对 现在我们必须回去呢 那是因为父母在 对的 是的 我有一些亲戚就这样 就父母健在的时候 他比如说有 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那是打死也得回来的 对啊 父母在 怎么都得回去 如果哪一天 先走个爹 再走个娘 爹娘走完以后 那这七个人 就是打个电话 发个红包啊 对 就这个家乡 这个概念 父母就没有了 我有个朋友就说 说这个 这个会的 对 说这个每个 不是说每个人的故乡 都在沦陷吗 但是就可能 所有人都参与了 这个拆除的过程 那可能 对比如说像你们 像比如像文道老师 你拆除 你可能还是有点 这个愧疚 或者是有点什么 但到我这一代 我不知道离开 故乡的时候 对你回到你的 毫无 就是我 没有意义的 对对 拆除过程 对我来说是毫无愧疚感 和毫无这个 对 所以你现在 我在想 我们原来过年 可能在农耕文明时期 整个价值观是统一的 整个收货方式 你说在县城里面 在都市里面 和在村里面 其实是 是类似的 对 但你现在 你说在北京 回到一个村庄里面 可能卫生间都是不一样的 对 收贩方式也不一样的 那价值观 更加不要讲了 对 可能这里有地暖 有空调 回到家里啥也没有 对 名字还改了 是吧 变成狗蛋啊 没这回事 对啊 那就麻烦就很大了 对 他就对家乡 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简一样的东西 就不掉落就掉落掉了 真是互相不在了 不可能在了 还有拆迁确实也是 拆迁 拆迁大量的村庄 都已经不见了 都散开 人口都拆扩饼 我们都没有地方 叫拆扩饼 我那天想起 我过去 你比如说咱现在 你要去上海啊 你有个什么鲁迅故居啊 张爱玲故居啊 因为那是平房 或者两层小楼 你将来咱要说 咱这吴小波 这么一代伟人 大家说他这故居 在哪儿23楼 黑门5号 哇 这回 时候在哪儿呢 就这个故居的概念 还有那个手稿 现在已经没有手稿 现在都就 没错 有你的语音 语音还有 对 验照门还有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其实想起来啊 你也不能说是 你觉得是可悲 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我还有一些 记忆是那么样的美好 而你们这个岁数的人 绝对没有 我跟你说 当然这个东西 不能评比啊 可是我现在想起来 我心目中最好的 过年的那个记忆啊 还是在小时候 你说小时候 其实有时候过年呢 是穷人的事 是物质匮乏的事 你比如当年有的农村 是过年才杀猪啊 你明白吗 过年的那顿饺子 我们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吃不上肉啊 你一个月吃这次饺子 所以过年的那顿饺子 是三鲜馅的 不但有肉 而且还往里放虾皮 放虾仁 三鲜馅的最好吃的饺子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 口水已经开始游了 就了 这点人家先喝点 就是这点 他这个肯定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 而且有一个 我们只有过年就吃面条 我小时候 去面条 我是过年穿新衣服 只有一年 一年只有两次吃鸡蛋的机会 我告诉你 没鸡蛋就鸡蛋窝和鸡蛋藏兽面 对那个甜美 你说穿鸡衣服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穿衣服 我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 真的 对 我小时候过年 你弄还这样吗 到你这一代 我物质平均 你这也不年轻了 我过年 他都还一动 我们上下睡一睡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小时候为什么期待过年 我记得那种记忆 太有意思 一年只换一身新衣服 而且新衣服基本上都是蓝色的 中山装款式的 小孩 对我来说就是春节 其实就是各个小孩的一个 那个评比的 综合评比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奶奶 奶奶生了七个孩子 然后我爸爸是 七嫌女儿 然后我爸爸是最小的 然后所以我也是整个家族最小的 每次过年的时候 我就是 我就是整个缠妹的 我自己都受不了了 就是在整个大家族面前 自己表演完全套的春节联花晚会 就是表演两个小时 什么意思 就是表演全套 我最小 我就表演全套的春节联花晚会 什么叫表演 就是我给大家讲个相声 我再给大家唱个歌 我再给大家跳个舞 我再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我再给大家 真的 你们家训练你干这个 对 你们家好可怕 难怪你不讲话 就我这个缠妹型人格 就那时候解锁的 我大概从五岁开始 而且我那时候 就是大概一堆人坐在一起 我就迅速地判断出 谁是最有权势的 然后就冲上去 抱住人家的大堆 所以我这个缠妹型人格 完全是过年的时候 被解锁的 因为只有这时候 就人最多嘛 这个大家庭里面人最多 然后就特别会 柴阳观色表演节目 就特别丑陋 我之前那一个时候 所以过年来说 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 亲戚小孩的 那你也很开心吗 开心吗 开心 每年过年都特别开心 我觉得攒了一年的这个 从半年前开始排练节目 真名 表演已经被激发出来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女儿小时候一样一样 在那个火车里面 就开始站在那儿 唱歌跳过 那你女儿就是喜欢唱歌 然后就要钱 真的 还拿着要钱 拿着一个碗 苏苏阿姨给你 多大 那时候就 我记得我写 我写 那时候写《非诚勿扰》 是2001年 他96年 那几十年 十五 十四五岁的样子 没有五六四 五六岁 五六岁 就在火车到处 唱歌要拿钱 我坐火车到厦门 去参加苏展 对02年 那他七八岁的时候 对对 就在火车里面 唱歌唱完以后 就拿了一个碗 你必须得给 你不给你麻烦大了 拿了一脸 一旁硬递回来 这叫生来要饭的 这是生来要饭的 没有吗 对对对 这也是因为 那娱乐节目少 你说现在小孩 捧个iPad 捧个手机什么 他再不管你 他也不会 不屑于跟大人交谈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 我觉得就是 我就说我们小的时候 什么玩具都没有 就是撒泡尿玩尿尼 你知道吗 就是那就 然后真的没有任何 其他娱乐选择 他讲这个 小孩的那种表演欲 反倒会 就是 而且那个时候 真的很快乐 好像我们曾经有过一个 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天伦之乐 我这今天没有 今天都分崩离析 那么过年吵架 矛盾 两代人想法不一样 那个时候 各玩各的微信群 你说你产媚 其实我看到的 就是那种大人 他们眼中的你 多开心 演节目 我小时候也有 我不是一个家 我那过年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大杂院 一个工厂的大杂院 然后我还有 来表演 折子戏 全是那个 你也搞这个 难怪你当主持 大大样本戏 就是 你一个人上 就是传这过年 全搬小板凳 大杂院 就看 然后呢 我到我妈那厨房里 拿个钢种锅 那我们就逛 我逛 头上一戴 就是帽子 然后就是那时候 唱了什么杨子蓉 找个我爸的 那个大军大衣 一批 他 船林海 小孩 起碎 就表演完了之后 我再给大家来个 李铁梅 哈哈哈哈 那个真是 大运小孩 很快乐 你说今天这是怎么 现在很多回家 都如果是县城里的 村里的 绝大部分是不住在家里 都会住在宾馆 嗯 住在住在酒店里 吃饭也在酒店吃 所以那个年味 肯定是跟原来是不一样 对 没办法表演 至绪为不散了 两种生活状态 对 也就是割裂嘛 你说各自在各自的微信群里 爸妈在那个小孩 是白眼狼的微信群里面 也没有共通 小孩在父母接祸害的 微信群里面 就没有任何沟通的 所以看来世界是处于分崩离席之中 是吧 但是咱们还可以上盘饺子啊 来来来 咱得过年 咱得过年 还有饺子 对 就是那种速冻的吧 哈哈哈哈 太像今天的过年了 就像今天的 所以 谢谢 来来来 这就快死了 我这手指的 过年用手指 过年用手指 来来来 小小小 我不能给你拿手 来来来 过年嘛 过年 对 咱们这个 你们都回家吗 好 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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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咱们的 吃咱来来啊 吃咱们的 吃咱们的 吃咱们看看